再来看到十月进入采育繁殖季 也让宜兰热闹了起来 采育是鸟类当中极少数的益齐多夫制 而且都是由公鸟来孵育除鸟 专家说采育的翅膀花纹相当精巧绚丽 而且母的采育眼睛又大又圆又亮 因此被昵称为大眼媚 也信不少人来抢牌 不断发出低沉鸣叫声 这是母鸟采育求偶特色 在繁殖期黄昏持续发出沉稳声音 而取红色羽毛颜色鲜艳 眼睛又圆又大 也是外形一大特色 不过最特别的是 这种鸟类是一期多夫制 负责孵蛋的是公鸟 它是一期多夫制 成家立业之后 太太下了四个蛋 它就走了 然后就交给爸爸去孵蛋 采育为台湾常见牛鸟 伸长23到28公分 每年夏秋之间为它们的繁殖剂 采育与其他鸟类较不一样 是由公鸟负责孵蛋和育除 公采育孵蛋期间约为16到19天 育除时 爸爸会带着小采育在水田间捕食 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会猛然张开翅膀 威吓敌人 所以今年七八月 采育的繁殖的几率 根据专家研究 大概是去年的八成 尤其是十月份是采育 到处都在繁殖 所以现在很多鸟友 或者赏鸟的人 会到宜兰来 宜兰地区今年降雨量 特别少造成采育逐潮率 大约只有八成 但许多鸟友 还是专程到宜兰拍摄追寻 采育踪迹 记得李可燕 宜兰报道